今天 省纪委监委召开干部大会 宣布中央有关人事安排的决定 省委书记沈小明出席并讲话 要求全省纪检监察系统 学懂弄通作实 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精神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 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 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建设清廉自由贸易港 沈小明表示 选派陈国猛到海南工作 是以中央着眼于 全国纪检监察工作大局 和海南省委班子建设需要 通盘考虑慎重研究 做出的人事安排 充分体现了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对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和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高度重视 以及对海南省委班子 和干部队伍建设的亲切关怀 沈小明强调 全省纪检监察系统 要坚持不懈 学生雾透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精神 深入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方针 坚定不宜推进反腐败斗争 为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营造风轻气正的政治环境 要坚持不懈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 常态化 坚持完善413监督检查工作机制 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和省委工作要求的督查问责机制 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在海南落地见效 要坚持不懈 纠置四风 落实作风整顿建设年各项要求 持续在长河长 沿河时 深河系上下功夫 以定兵子精神 把作风建设抓身抓实 抓出新成效 要坚持不懈一提推进 不敢辅 不能辅 不想辅 将正风速机反辅 与深化改革 完善制度 促进治理贯通起来 确保有更多的制度性成果 和更大的治理效能 要坚持不懈 健全完善 巡视巡查 上下联动战略格局 促进构建系统集成 协同高效的监督体系 要坚持不懈 从严从实 加强自身建设 锤炼过硬政治品格 自觉接受严格约束和监督 以过硬队伍 保障纪现监察工作 高质量发展 省委常委 省纪委书记陈国猛 做表态发言 省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徐启方 主持会议 并宣读有关任免文件 祝福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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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